歡迎收看《Law Tee》觀眾收看 娛樂審死官 娛樂審死官, 審盡娛樂真假事 誰說真話, 誰說謊 現在同不過我娛樂審死官 我正在法庭的審死官, 梁小豪 看看你們, 先到法庭的娛樂專家吧 Kawaii, 經理人及電台節目主持人 潘小文, 娛樂版資深記者 好, 歡迎三位娛樂專家 今天有心理博士 誰心理變態和誰心理不正常 要請你上來 當然, 三位告訴大家 要多謝資料員周攝 今天的資料要翻查很久的歷史 而且我看了很多電影 因為今天跟電影有少許關係 當然, 多謝完介紹三位之後 馬上來看看這禮拜最注目的封面標題 我們先進去 東方新地 喬嗲叫仔 王翠如攻陷蕭靖藍 上豬奪馬校蛇爭食 蛇絲曼谷空有馬名 東周刊 分愛情鬼混斷正 王秋生懶不滿維園極戰 在1月14日 東周刊發行即晚 英王娛樂集團向各大傳媒發出嚴正聲明 指該報道純屬虛構並非事實 純屬該周刊自行導賺 嚴重損害王秋生的公眾形象 保留追究其法律責任之權利 Face 內地爆紅 審價雙倍 掌入2000呎複式歸放曝光 暗孝溝女王導演 帝胸蛇鳴憶馬名 一周刊 帶子女搬走 老公廣州有物有 黎瑞恩哭分辨 這個禮拜的封面各式其式 即是甚麼都有 不如問三個娛樂專家 想說哪個封面 當然是黃秋生 黃秋生 這幾天 你今天有很多事 有睡地之類 睡地之前不是 他在維園,那個沒有睡地 那個藍 那個藍而已 那個藍 很清晰 我想問一件事 你們要研究一下封面 我也要問問連博士 站…你是姓博士 站在公園裡 都做到愛的,是嗎? 做到的 做到 在性行為學上 站在這裡也做到的,是嗎? 做到 是嗎?因為… 因為他假設他… 封面就是 假設黃秋生在維園 站在公園裡做愛 這個是我收到的訊息 我們說的性行為 不一定是兩個性器官的碰撞 你其他的東西 想得到也可以 用口、用各樣東西 都是一個性行為 摸一下它行不行? 摸一下就哀苦 還未到性行為 好 即是不可以用野戰、車陣 不可以用這些 看看你的動作是甚麼 如果你多一些資料給我 知道他整個動作是甚麼 我可以多說一些 有…給你一個封面看 來…這裡而已 你可以形容的 形容的 煉玩和煉玩 它算是公園性教嗎? 還要新來 性教應該不算 現在這個位置… 而且在公園玩比較好玩嗎? 在公園玩比較好玩 比較好玩 刺激一點… 不用連租都省起來吧? 因為有些人尋求刺激 可能有些人喜歡用鞭打 如果他不喜歡 他說我喜歡刺激一點 被人看得到 那個刺激就很棒了 都會有可能的 無論我們的聖博士 連進博士說有多刺激 在香港公眾場所 做任何威視行為都是犯法的 OK? 我要告訴觀眾是不可以做的 就算有多刺激 是… 而且會被人偷拍的 即是假設這個是真的被人偷拍的 是呀 是嗎? 不… 不…不死是假的 問了所有的 你都覺得看上去 他們不在做愛嗎? 我不會覺得叫做做愛 你說很親力的行為 愛婦、親愛的行為 是OK的 嗯… OK的 你有沒有問過他家人 是OK的 OK的 在連進博士說 這個愛婦在街上做是OK的 OK的 你想多了 秋生永遠有些 很驚人的舉動 不是說過的 他要不停拍拖才行的 是嗎? 他要不停戀愛的 他要不停戀愛的 是呀 他不戀愛 他個人就沒有了那個衝勁 是因為有問過他的 原來那團火是這樣的 會不會有人是要不停戀愛 才可以有那個叫做工作的動力 應該說不斷令到自己有開心 很滿足 你滿足有衝勁的時候 你做工作也好 待人前面各樣的生活上 都會有一個衝勁的正面 就是一定是有些人 是要這樣做才有一個衝勁 是嗎? 有部份會 當然了 秋生就說他自己要不停戀愛 但是一般觀眾來說 就覺得秋生是要不停罵人 才可以繼續生活下去 兩天前… 兩天前… 秋生對不起你 秋生 OK? 因為我一定要站在中間的位置 他也是做回自己一貫的作風 是… 事源是怎樣? 演藝人協會 智偉辭職,沒有做會長 大家都知道 是 秋生呼聲是最高的 得到智偉、三哥和祖南 去推崇秘召去做 之前選舉 陳智青就說 因為他是秘書長 他說不好意思秋生 因為你不是會員 你不能夠選 秋生說我立刻填表入會 不過中間有些磨擦 有些爭辯 是 智青就不讓他入會 然後整個會就流會了 就沒有選 暫時來說 現在演藝人協會是沒有會長 還是沒有會長 還是三哥是副會長 是嗎? 我想問一下 為何今次搞到這麼大件事 吵架 你們這些記者朋友收到甚麼 聽聞… 除了秋生之外 有人比秋生更想做會長 是嗎? 是的 所以他有些事情想提出 還有那時他都知道 全世界呼聲最高 就是想秋生做 但是問題是 秋生又是傻豬來的 明知道填表 你早就填表 我覺得這樣 之前他們開派對 他根本就已經 那時可以填表 為何會去到 他們自己開會的時候才會填表 我覺得很奇怪 譬如你說那麼多人推崇他去做 譬如智慧或者三哥等等 為何沒有人知道他不是這個會員 演藝人協會很難入會的 我也是 我也試過 我都有問過怎樣入會 他那時就說你來拿一張表格 之後就拿一份你自己公司 跟你簽的合約 證明你是在這個圈做的 那我就想 其實我已經出席了 你們每年的籌款 那個Party幫忙 是幫忙 幫忙 做了兩年事 你原來覺得我不是演藝人 我是一些side class 或者是幫忙 但你又叫我上台 你又叫我幫你去做一些MC上面的事 但為何你又不覺得我是演藝人呢 我並非能夠代表演藝人協會 就說話 這次其實那個軒然大波道的程度 為何莊斯敏直接在門口說 說什麼搞錯啊 大哥 你當我一個人很自卑 對不對 你問我拿電視台合約 才證明我自己是藝人 那我覺得有點自卑 原來我做了那麼多年 你都不認識我 這件事 我希望觀眾能夠明白 又或者Kawaii 你都能夠明白 我並非幫議員協會說話 因為過往 由梅艷芳的年代 其實我們已經是會員了 因為梅艷那個當會長的時候 她曾經說過一個說話 她希望和這一行全部有關係的演藝人 都能夠成為演藝人協會的一份子 但是當然 這件事大家都會認識 就是黃秋生 莊斯文 就是Kawaii 因為我們已經做了很久 但是有些是大家都未必認識的 例如一些訓練班的學員 她都已經加盟了演藝學員 都可以給她 所以因為在她未知道她是不是一個演藝人的身份的時候 她希望能夠出示一張合約 這個是一個Rules 就是演藝人協會的那個細則裏面有寫到的 因為我還記得當年有一班叫做幕後的配音 因為梅姐的年代 她整班配音就問了 我們可不可以進入演藝人協會 那梅姐就說可以 不過因為配音不是人都認得她的樣子 她的聲音可能很厲害 航頭很厲害 但是未必認得你的樣子 變成就拿了合約來證明你是演藝人 這個是當年很多年已經有這個條款 我希望大家明白 不是經常這麼容易有一張合約 尤其是做配音那些 很多時候是Vilance 我就說陳寶珠是不是演藝人 你現在問陳寶珠拿了合約 她應該沒有 她應該沒得進 她沒得進 所以我覺得她們的條款其實是有點騎賴 有些人真的撞口撞臉是藝人來的 還要證明 最慘的 我又明白她們的會裡面要站在中間的位置 這個你認得就不用簽 這個不認得就要簽 她們要交會費 不是 她指那個做那件事 日本人的門檻始終都要清晰一點 很清晰 否則有人會吵 我並非幫自稱說話 因為我也是演藝人協會的人 雖然我沒有交會費 我現在不知道會不會去 她跟我說你出門口 我不知道 你應該是沒有投票權 你應該沒有投票權 我沒有投票權 投票和被選權 你都沒有 不用 你不是說小卷子 其實也有會也會則 但娛樂圈也有些規則 我想問一下 這個禮拜的封面 都說到就是我的朋友 蛇絲曼 我自己本人認識了很多年 我不知道 我一點都不覺得她是孝 不知道你們經常喜歡她的孝 我也不覺得蛇孝 我簡直覺得她其實是男人 是啊 她是男生性格而已 她很粗魯 不過她聲音衰 但是我想問一下 連博士 我也覺得是 是不是女生孝一點 人們就會比較喜歡 要看看有沒有官能上的刺激 何謂官能上的刺激 如果一個好像 樣子不太好的人 他很孝你的話 你會覺得你不要搞我 他常常打開 只是對著男性才孝 我意思是 如果他常常這麼漂亮 當然是可能會有一點刺激 但有些人的樣子不太漂亮 可能他一出聲 你會覺得你不要搞我 是不是馬上升班 是啊 這件事是不是就是娛樂圈的潛規則 男人要打得 女人要孝 要肯剝才能夠生存得到 就是這個禮拜 我的題目就是這一條 看看 男必打,女必奪 影壇潛規則 最近因為少爲夫的爵士 小小 也有很多人看回所有 少爺的電影 少爺也有一個說 以前的年代 男生必要打 一出道就要打 說什麼獨臂刀、三臂刀、八臂刀 在那裡打 女人就說是一些唐朝豪放 女人 就是剝進、迪拿、大軍閥那些 這是不是一個潛規則 稍後我們就會探討一下 當然我們也要找一些 叫做重量級的證人上來 這個男的就是打足這麼多年 紅足這麼多年 而女的當年一剝 引起男人的入場 看看究竟是誰 稍後再見 歡迎大家繼續娛樂審死觀 今天的題目是 男必打女必剝影圈潛規則 最近因為少爺虎爵士的逝世 很多人都會說笑事的影片 我們現在有天影騰鬥 以及紀念特輯 亦可以一起懷念笑爵士的所有作品 除此之外有些人這樣解釋 笑事知道那兩個英文的簡姓是甚麼 S和W S和B S和B W是哪裏 不過我知道 S有些人就說是代表sexy B是代表bloody 即是很暴力和很血腥 以及有很多色情場面 所以有些人說 以前拍電影 男的就是拳頭 女的就是枕頭 當然我們要請證人 究竟說一下是否以前拍電影 是否一定要男就打女必剝 當然要請兩個很具代表性的人物 男就是很多大家的偶像 因為打了二十多三十年 仍然都是這麼精彩的 女的話可能是男性幻想的對象 那是哪位呢?馬上看一看 Hi TV Search 錢小豪十歲學功夫 十三歲開始打擂台 十四歲就在擂台上贏了一個銅牌 因而被電影公司賞識 入讀完少士電影訓練班之後 十五歲就被名導演張哲 看中簽約做藝人 十六歲就做了電影男主角 他幫邵氏和嘉和拍過的電影 超過九十部 理所當然 每一部都是以武打為主 順風順水之下 二十七歲已經買得起 二千八百尺半生豪宅 養起全家八口 不過隨著動作片衰落 錢小豪轉型拍警匪片和僵屍片 無論如何都要打餐死 試過同一時期踩著拍五套戲 亦試過兩年沒有公開 在電影圈這麼久的錢小豪 到了現在仍然醉心功夫泰拳 早前還拍了Juno麥進龍執導的殭屍 五十歲依然打得瀟灑 不愧為香港一代著名武打影星 Cherry 陳超超在1997年 加入娛樂圈簽約無線 可惜性運平平 結果在二千年離巢 2002年開始走性感路線 透過慾望之城和人頭鬥褲湯 等等性感兼暴力的電影 2004年主持有線節目 《聖在任你呼》 《大港聖經》吸引不少藍粉絲 不過這一年亦是他人生的轉捏點 他不僅幻想廢勞 還戀上有虎之夫爆發抑鬱症 還想過自殺 幸好信主之後令他人生得意改觀 近年Cherry不僅當內地綜藝節目主持 在去年四月榮升香港歡頻的台獎 而且還打算跟好友梁卓滿合之出唱片 性感演出真是絕跡了 好了,歡迎兩位做我們的證人 歡迎小豪,歡迎超超 當然第一個要問,就是一代打聲 就是前小豪,原來我發覺他自己… 是啊 我不是一代的 我是很後現代的打聲 你真是偶像,很像我的 我知道你真的很小,17、18歲 你又很小? 我17、18歲當然是小 其實我和小豪哥是做過兄弟的 有電影,是嗎? 是,不過是你提起,我才記得的 因為你拍太多電影 對… 你拍太多電影 但你一說,我有印象 我記得你還穿學生歌衣服 是,是校服 誰做我的爸爸? 是胡鋒 眾人爸爸 很白淡 很白淡,在說甚麼呢 就是當年和小豪哥合作 就是我們這些新人 能夠和一代的巨星合作很開心 說不敢跟他聊天,很害怕 而且感覺上,覺得打的人很兇 變成我在片場 只敢跟胡鋒收歌聊天 那部電影叫《烈火街頭》 是,《烈火街頭》 給你的感覺,這樣也不奇怪 因為以前那些動作演員 那些男明星通常被人感覺很兇狠 不敢跟他打招呼 但你不兇狠,你很善 所以經常被人誤解了我們 好像很糟糕,很兇狠 因為他能打,你明白嗎? 是的 形態上就是這樣 還有很多時候,你知道片場 因為他們打 變成未懷胃之前 你見過都是在打自己 在動,在練習自己的 是的… 比較少跟我們聊天,是真的 是的… 因為我們要專注動作 因為我們以前拍的動作 比較實質的 很多時候沒有空 可以跟你們17歲的小朋友聊這麼多 因為你知道我們以前拍家禍 那些不像今天下個鏡頭三樓跳下來 就不知道那裡就爆炸 那裡就有實質 變成專注在動作方面 我經常都想問,靠打 辛苦嗎? 辛苦 一定是辛苦的 尤其我們80年代的電影動作 是我們叫做尖閣時代 因為你除非要認識一個動作演員 你真的要打得、打得、撞得、捱得、不死得 是嗎? 是真的 因為我們以前太多這些 叫做什麼 洪加班、誠加班、袁加班、劉加班 張哲、張加班 變成你如果在這個動作界裏面 你沒有真正… 剛才說,不死得、捱得、又不能打 你真功夫 那你很難會被人留意到,你叫做錢小浩 你不可以做其他電影 很難叫他做,突然間問戲 希望打之中有些內心戲給我們做一下 因為太過心惡民心 很多時候我在國內拍電視劇 或者去台灣拍電視劇 都是文賴片來的 但那裡都說,小浩不如打一場你打 都是用你打一場的 都要打 是文賴片來的 不是啊,人家覺得你錢小浩做 你不打兩場,人家覺得你的文藝片失色 文藝片失色 文藝片失色 對 因為有錢小就要打 我待會跟你分享一次 我打完,拍完某一個導演的戲之後 我以後都會告訴自己 我寧願不拍電視劇 當然了,進入影圈裡 我當年第一次要肯去拍三級片 因為監製跟我說,梁思浩 你知不知道,你從電視出來 電視是免費的 你去到要人收錢,要給人看 要不就打,要不就剝 看你的樣子都不能打,你剝吧 看得起你的身材 看得起你的身材,你剝吧 不是,其實很可憐 因為他說進戲院看 要引觀眾入場 這個心態就是你要給一些 平時電視看不到的東西 這件事,因為你沒剝過 你就真的不太知道 很可憐的 感覺很可憐 這件事我問陳超超 超超由電視一轉就已經剝了衣服 都可以這樣說 是嗎 那一陣子在TVB 一出來,結束了合約 就轉了去電視 就認識了黎文卓 一個鬼才的監製 當時就是主持一個 性在任理call的節目 所以一來就先走性感路線 性感而已,還沒剝的 在TVB的時候 因為我拍了一輯Pent House 就全錄製的 所以TVB就不跟我續約 就找我去召費 所以就偽然離開了TVB 我想問你有沒有說過 為什麼當年你在TVB 要幫Pent House拍攝的全裸照 我啊 是我自己瞞著公司就去拍的 為什麼要有這個轉捩點 等錢花 很想說人人旁邊那些紅色 我的味紅 不如我一鋪就剝青給大家看 因為我覺得自己是可以演戲的 我覺得我自己應該都可以闖出名堂 但是在TVB熙了三年 都是學訓練一些東西 全部都用不到的 譬如教你怎樣做戲 由內至愛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 真的想整夜那套 那套 怎樣內心在鼓眼淚 出來鼓什麼眼淚 護士出來 有一句對白 那天挺開心的 所以這樣過了三年 一年是365天 三年是千多天 所以訓練班出來的東西是做不到的 就是眼見其他人都開始紅了 就是想想陳超超 沒有理由這樣的 如果我不剝的話 你應該沒有路走 再多十年都是這樣的 所以就覺得要做這個決定 OK 拼一拼 拼一拼 這樣就肯去剝了 是不是 但我都沒有路碟 剝光了 OK 剝光了 一剝 人家就歸你那邊了 沒有路邊達或不路邊達 總之就是驗聲 驗聲的 是 性感路線 你一搜尋就肉彈 是驗聲的 很慘的 性感路線是最溫文意雅的形容 原來是很溫文意雅的 但我覺得不是 因為我們80年代 很多小紅蔡惠英雄 他都拍過PayPal PayPal PayPal 有名是黃小鋒 他們會被年輕一段鏡 可能剝光了三年 都可能不知道他什麼 他想有另外一種表達給他 總之驗聲的名字就甩不了 以前就是驗聲 現在就算再接受訪問 就是過氣驗聲 都是驗聲 就是驗聲兩個字是洗不掉的 不 遲些六十多歲 遲些會洗得掉的 六十多歲都是這個 都不重要 李香琴羅蘭姐的那些膀症 裸症出來被罵了多久 不要緊 六十多歲還叫驗聲 我很開心 上次趙隱蔚上來跟我們說 今次你說 他其實都挺難洗的 你問一下 現在鑫鑫姐 當然沒有人再用驗聲去形容他 但都會 最近 譬如邵逸夫著事小小 人們放他上 都是兆氏驗聲四個字 都是這樣形容的 陳小焦 脫衣服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一些很難 很難堪 覺得自己很難位 為什麼我要走到這條路 會有 會有 因為 你每個女生都不是喜歡做這件事 其實最不開心的就是 我做聖在任你找一陣子 是直播的 我等這個機會等了很久 我覺得這個是盡地一波出名 但當我做直播的那一刻 我接受的消息就是我媽媽過了身 但我是直播出街 你要在笑 而且我不僅是笑 不僅是做一個普通的綜藝節目 我還要哄一些男人 開心 跟他們說一些性幻想的事 還要賣弄風情 但我媽媽的時刻 我接到電話 她是 你開了 因為你和你媽媽關係很好 我媽媽臭大 我幫我瓶邊 幫我洗澡 臭我回小學 但你作為一個演員 你節目正在播出街 就算現在我們看 我們在播出街 有什麼死人塌樓 都是要錄到節目 但你那時候有沒有覺得 自己對不起自己的媽媽 要走這些路 我自己都覺得 因為我曾幾何時都拍過三個片 我有時都會問自己 是否對著家人 當時我有想過 立即離開錄影廠 回去看她 我就立即打了兩個電話 一個電話就是打給我唱歌老師 Mary 我便說我媽媽走了 我應該怎樣呢 我現在在安排 她便說 你作為一個演員 你這麼難得有機會 也有人想認識你 你不需要再做Cafe 一個專業的演員 你現在按照你便完成你的工作 第二個電話就是黎文卓 黎文卓很好 整個節目是她監製的 但是她說 如果你真的覺得你情緒上 你有需要離開 你現在走 但是最後我選擇了做這個節目 但是我想問一下 心態上 阿嬤就剛剛死了 但是一樣對著這個節目 哄一些麻辣的很開心 又要性感 又要讓她們這樣 很難過 絕對是 你這樣有沒有哭 對嗎 我化妝 一直化妝 一直化妝 蜘蛛 都凹出來 都是 當然很不開心 當然會流淚 不過我記得我們讀訓練班 詹叔是我們的師姨 大家都知道 其實詹叔他媽媽也是離開 他當時也是在外面 他好像美虎大火 他是做了事情 所以我覺得 一個前輩我們值得學習 所以我覺得 我作為一個訓練班 TVB出來 木人行出來 我是一個專業的演員 我是要做完我的事 這件事我想問一下小豪 或者很多娛樂圈中的前輩 其實都不單止是占叔 其實有一次我做私儀的事 我聽到阿姐的樣子 看完電話之後 然後為什麼會有些 跟平時不同 原來她們是家人 剛剛離開 但是化妝後 都是出去做大show 就是一樣的 這個世界 因為show 就一定是online的 當然一會回來 我會跟兩位重量級證人 說一下電影圈 這個前規則 男的一定要打 女的一定要剝 究竟要打得多盡 打到何時 剝又要剝到何時 當然他們兩個 就會真誠發 好,102觀眾 一會見 歡迎大家繼續 娛樂十五四公 今天的題目就是 男必打女必剝 影壇的前規則 我想問一下小豪 我自己個人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一直看著你之後 我就說你真的打 男生 我都說當年 開始拍電影的時候 他就說你不打 你就要剝 我又很幸運拍 第一部出來的電影 就是李麗珍 有了海外市場的浮 然後一直剝 剝到第六七部 我發覺已經… 我再剝下去 已經… 我覺得自己很… 何夜何剝 很沒有價值 我不想掃那些類藝人的名字 剝到基本上… 下一步可能輪到和王夏慧 已經… 我想看 我想看 反而有點新鮮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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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跟那個… 你還沒指 我跟那個監製 跟老闆說 我可否下一步不剝 他就跟我說 你不剝,哪有價值 他說你知道李梁蕭三個字 在由李麗珍開始 跟翁雄 跟著那些清宮、打那些開始之後 你的價值只是三級 他說你不剝就賣不了浮 所以你的租業跟我一樣 我也是…就是這樣的問題 跟你一樣 是 我不打就沒有人想找我拍戲 不打是不行的 所以就是這樣 尤其我先說… 我也跟傳媒說過 以前我有一部叫僵師… 僵師先生 是… 令我突然海外知名度大了 很多人找我拍戲 但是如是者,那幾年 三、四年 把劇本都剝成僵師,對吧 你會真的很厭倦 最重要的是我除了僵師… 你不脫就沒有人給你一個劇本 如果你不拍殭屍就沒有人找你了 是的… 大家都有這個心理障礙 你會不會當時覺得 不是錢小豪值錢 只不過是這種類型的殭屍片值錢 就扔到我出去 是扔到你 所以我沒有立刻不接 我去了國內拍到 太極張三夫婦做大反派 我們還會讓人知道 除了僵師片 我是另一種演繹 因為他在香港的電視台 都是拍僵師片 是啊 真的 你知道嗎 錢小豪三個字 就等於要穿一套功夫衣服 要出來 然後突然間就有些怪獸 僵師走出來 撿個符來臉 是的… 一個符來臉就不動了 這樣定了 你真的不用出去撒兩套 對… 如果不讓他做 其實應該要加一些動作原材 不… 這是我們做演員的 有人欣賞你也是這件事 但是你令自己不開心 也是因這件事而來 不如這樣吧 我送葉麗兒的一句說話給你們 因為我後期看了一個特輯之後 葉麗兒她說唱上海灘 唱了一萬次 她唱了一萬次 她說唱了一萬次 那些人說她 你會不會唱到艷 沒有 那我多謝有上海灘師 我葉麗兒 繼續唱下去唱 第二萬次三萬次 我都會繼續唱 因為她感激 因為上海灘才有她 那會不會我們應該是 感激有人找你拍《殭屍》 才記得錢小浩呢 當然… 當然是 因為《殭屍》只能帶給我的名譽 或者外界這麼知名 這麼多人認識我 但是當你當一個演員 你一輩子拍到最後那部電影 都是《殭屍》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是過熱的 我又不是這麼看 我覺得如果你拍到最後那部電影 還是《殭屍》的 我覺得你帥氣 是啊 因為如果你… 老實說 你問我印象中 你有沒有文氣 會記得沒有 真是《殭屍》 就是大協議 是的 如果你突然說你走去拍文氣 可能我們沒有人報到你 而且你一回到國內 拍《殭屍》的《殭屍》之後 香港的殭屍片是死了的 是的 你都搞死了殭屍片 不是我自己搞死的 是我拍得太難 但其實他很想拍文氣 所以我就去台灣拍那些文藝片 但也要打兩場的 我們在裡面 你不嘗試自己有另一個出路 我又不想… 好 現在我又拍《殭屍》了 我要停了一段時間 我拍完之後這個情緒這個情環 如果當年拍到現在我沒停過的 可能這個… 可能你才是殭屍 是啊 我真的行屍走路 所以說娛樂圈也是 你說潛規真的好 不是潛規真的好 我想問問陳超超 你摸到哪一刻你不肯再摸了嗎 因為我自己也有一次就說 蛤 摸到這樣了 那不肯 不肯的意思不是說要我去摸多少 是跟那些影片已經是越來越差的了 我反而是… 我也是摸了幾套而已 其實《人頭豆腐湯》 《柏蘭佳麻黃》 還有幾套 但每次出來做訪問 見記者 就一定是自己想 我要穿什麼暴露的衣服 才可以有記者拍照 自己就在家裡買了大量很暴露的衣服 覺得這次拍了前面 下次我給他拍後面 拍到旁邊 算過那條數 是的 我才覺得那些記者會拍我的 否則我就覺得自己都沒有價值了 我知道他們不會拍 或者拍了明天都是出不了報紙的了 那之後我就開始都厭倦這一種 就是這個行為 自己都厭倦開始 我自己覺得 原來我陳超的價值就是在這裡 但我當年讀訓練班 我的夢想是演戲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自己都會反思 那你現在怎樣看現在的那些 現在的那些都是這樣的 現在出來都是以前你的腦袋 都是越穿越少 那些不用登山臉的 就是這樣 而且我只不過不用舔雪糕 我沒有舔雪糕 現在那些人舔雪糕 他們進步了就是舔雪糕 沒錯 我沒有舔雪糕 但我看到現在那些 即是我十年前的我 但我覺得這個Mars 3 或者閒性感 事實是一個捷徑 如果對於一個 完全在這行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沒有人替惑你 或者你沒有一個 很好的背景去支持 你又很急於要紅的 那行性感真的是一個捷徑來的 不過當你行性感 或者拿到一點知名度的時候 你應該是多些練習自己的演技 或者是唱歌、跳舞 你賣枕頭就賣枕頭的了 賣拳頭就賣拳頭 賣枕頭就賣枕頭 你不用練習演技的了 因為他們賣你不是賣這件事 是私後美 也要講過 也是 你不斷就找你拍 我後來就回到電視學習做主持 要給自己的出路 我記得我有一次去回來地燈台 因為當你紅了 就會有很多人找你燈台 那就找真銀 我很辛苦練了幾首歌 誰知道當我唱完幾首歌 我覺得自己也唱得不錯 作為一個不是專業的歌星 然後你就問我 你只有這套衣服 我已經背心短裙了 我只有這套衣服 你可不可以換一些性感 例如帶個胸圍出來 我來燈台 我來唱歌 我還要很辛苦練了幾首歌 你知不知 我們娛樂審死官 我們的追蹤隊上去 你知不知道現在是怎樣 帶個胸圍 胸圍要透明的 對 我知道現在有些很激烈的 他們只有一些性感的女生 登台 他們只會躺在地上 很性感 你有否後悔自己走這條路 如果你問我 我不後悔 不後悔 我覺得 我當時都得到了我當時想要的東西 不過 都勸戒一下一些想入這行 而又決定行性感的妹妹仔 你真的要想一下後果 以及你接受的程度 你自己可以承受的壓力是多少 因為我自己曾經患過抑鬱病 為了一些壓力的問題 不會的 其實我覺得每個年代都是這樣的 你的租倦 就是名字上不同 現在新的那班 只是說名字不同 都是做這件事 都是做一件事 因為這就是潛規 我想問一下 連博士 心理博士上 為甚麼觀眾入場看 男人 例如小豪那些 打到血流披臉 他們覺得好看 女人要脫衣給你看才肯入場 其實打的歷史很久 因為以前中國被人欺壓太多 所以透過電影的方法 找一個英雄出來 讓小人物 低下階層有個投入的角色 有人幫他們宣洩那口氣出來 如果去脫衣那邊 其實就再近一點 或者是跟外國多一點 覺得外國那些脫衣很漂亮的 拍出來 但是本地的拍得這麼漂亮呢 是不是有那個藝術的感覺呢 如果你走歪了 後面我們只會覺得 你演戲有沒有特別 不如你脫離看看吧 變成那個方向 但不是的 陳超說他賣自己的 離譚尼斯基那些演技 嘴巴 他沒有說他 在塔利坦那時說 說這個司機告訴你 因為這樣引到觀眾入場 但我想問一件事 這件事我想告訴你 陳超師應該是他明白的 你脫衣的女星 你脫了多少步 然後開始沒人看 你看看你有沒有其他能力 剛才他說 我找得你做脫星的 我覺得你有這個能力 可能是你演技可能是你的身材 如果你說我唯一的能力就是這樣 我只可以由這條線先走 希望以後我多學一些東西 就像剛才他說 我多學一些不同的東西 去封印自己 那一般觀眾呢 你應該收不少這些 你一看一套AV 或者看一套日本的女優 你看完之後看過了 你都不會再重新看 重新看三次 你不會長期看同一部 就是說在觀眾的角度 他們脫衣服的 脫多少次就不看了 不會說脫多少次 而是他有沒有新的東西投入下去 譬如他這次脫前面 下次脫後面 然後脫中間 哇 很有趣 那就有得看了 前面 中間 後面都脫完了 就脫 後面都脫掉 然後就被人家打 就是直接要加新的東西 好 最後要打 最後要打 OK 我想問一下經理人的 就是Kawaii 就是男生 你的籤藝人 是不是男生你都要教他 就是叫他學一下武打 其實最好真的是學一下武打 因為有可能很多電視劇 現在都很需要這些武打 或者有少許功夫 是的 因為有動作 其實我們香港 比外界、外國那麼多電視 認同都是從動作片開始看 是的 李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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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靈潔 都是因為動作 才被外界、外國的朋友去接受 如果我們純正 不是我們香港或中國人的演技不夠 純粹靠對白去吸引外國人 那就比較難 難一點 因為他們自己都有 他們荷里胡有很多的影帝出現 就是高順 羅佛丁 我覺得內地真是很崇拜 我們香港的武打的演員 或者是幕後的龍虎武師等等 他們都多一些工作機會 反而我覺得 可能超級的用行性感 在國內又不是特別太瘦 可能只會在夜場登台 你知道國內別人的車毛都脫了衣服嗎 你拍電影 人家很小事 車毛都脫了 我是很虧的 所以 你想想我們 你所說 我們做記者拍你 拍完一次 下次你自己也會 這次拍了前面 下次要拍後面 後面 真的越剝插越多 也是 越拍越盡 而且衣服也越來越少 但打的路 我經常都覺得不是很長 你打到多少歲 沒辦法 一直在戲拍 我希望盡量拍民戲 我希望現在不在前面打 我只是希望 但我不明白為甚麼 好像我最近拍阿尊良這部電影 還說我20歲的拍 你親自拍 你樣子沒有後退 不是 說得比較壞 就是你不打不可以 對 打不可以 你說得對 我都不喜歡 我繼續演 但幸好是我的身體 或者體能 還不可以 希望做一下做一下 前面打的後面 就做四大門派 長老座後面 不用再打 你繼續打 道義理想 好 詞連周攝 其實接下來 男女的分行 男女要打 女女要剝 電視還有甚麼剝 好像港姐許逸來 她拍《喜愛日蒲三》 都要走這個性感路線 才可以吸引到記者的眼球 和觀眾的眼球 之前陳法拉 跟林家棟拍了一部鬼片 都要赤裸背部 上陣才會有賣點 不僅男要打 女也要打 阿嬌之前都說 一直做打女的 因為她原本是唱歌 如果她拍民氣 人們好像不理會唱歌 都是這樣 你也要有無打的動作 才可以吸引到記者和觀眾 不如這樣吧 觀眾貪求新鮮和刺激 就算有潛規則 總之引導觀眾入場 我們也要繼續做下去 當然 馬上要我們的嘉賓 結案陳詞 首先問陳超超 對今天的題目 有甚麼結案陳詞交給你 可以令到我自己 一些屈了十年的心事 可以說出來 又可以希望一些 真是靚毛 除了閒性感 你們真是學多些東西 因為其實記者 你每天這樣剝 都不剝得多少件 記者都會影驗了 不是她不想再登你 而是你每天這樣 其實她回到去 沒有新東西給她拍 其實她回到去 都會被她腦腫罵 不如你們都不剝得多少 不如就真是學多些東西 OK 即是剝的條路不長 聽聽小豪的結案陳詞 好 始終打就沒辦法 香港也很盛行 雖然我們拍得打是辛苦 但我很開心 這三十年我拍打電影 今天可以和你分享我的痛苦 即以前的經歷 反而如果沒有那段痛苦的經歷 我今天沒有經驗 可以跟你們說這麼多話 那麼結案陳詞 香港就繼續去打吧 OK 還有很多人肯看你入場 你放心 好 謝謝 支持我,我就繼續打吧 是嗎?我的意思是可能 聽聽Kawaii的結案陳詞 今天的題目是男必打,女必剝 你怎麼看呢 其實男必打,女必剝 影壇方面的潛規則 其實潛規則怎會只有這麼少 還是要努力一點 無論男女也要努力一點 好,聽聽小明的結案陳詞 男打,女剝也好,女打,男剝也好 有價值的,我們做傳媒才報道 如果你做得不好的 或者做得太悶,我們還是不玩的 好 就是說這樣悶,他們都不用了 好,聽聽這個連博士的結案陳詞 其實做什麼不要緊 最重要的,只要找對自己的路 那就努力了 OK 男必打,女必剝 你作為娛樂圈的新一份子 你選哪條路 選打還是剝 不如反過來,如果要吸引的話 就是男剝,女打 可能是新的潛規則都未頂 男剝,女打 OK 好了,歡迎你一隻家庭觀眾 下星期準時繼續收看 《娛樂審死館》一個絕對講真相的節目 再見 現在的時間關掉